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唐结安 马上带您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第几天下个月转上市 今天起竞拍底价43元 日月光六度入选道从永续指数 或半导体及半导体设备产业最高分 无星价人数再破2.5万人 一周增进1200人 寿潜业前三季大赚3389亿创新高 净值比全过关 来关心台股 随着国际股市维持高档偏强整理 台股今天开平高盘后 延续多头格局温和上涨 盘中上涨50点左右 最高一度来到17708点 是7月下旬以来首键冲破17700点关卡 分析指出台股技术面上 强势沿5日线向上盘间 下档10日线以上升至17368点 成为可靠支撑 上档更突破9月中旬高点17633点 随着多家重量级法说会释出 对第四季正面看法 加上外资归队年底作账行情乐观可期 提供给您参考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一说 美国不会加入跨太平洋伙伴 全面进步协定 将寻求成立一个超越CPTPP的新经济架构 在某些方面可能比传统的自由贸易协议更为强固 欧洲联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 参观荷兰半导体设备大厂艾斯莫尔什表示 将在明年提出欧洲晶片法案内容 大力推动半导体产业链 目标是2030年欧洲晶片在全球市占率倍增 而且生产技术最顶尖的晶片 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半导体产业振兴方案出炉 将分三阶段推动 其中第一轮措施就是计划对台积电雄本工厂 日本现有的老旧半导体工厂提供资金援助 目标在2030年将日本企业的半导体营收 提高至现行的三倍水准 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资三年前收购意大利一家军用无人机厂商 阿尔卑飞机公司 随即将敏感技术转移到中国 意大利与欧洲当局一直被蒙在鼓里 意大利警方今年两度搜索阿尔卑办公室 才发现背后金主中有中共官方色彩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台大昨天举行创校93年校庆活动 面板大厂成创荣誉董事长段行健 获班台大社会服务类杰出校友 会后段行健接受媒体访问 关于面板话题段行健没有多谈 不过对AI以及台湾人才 她表示认同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 对人才的重视 并呼吁台湾必须重视科技人才的培育 好久不见的全创荣誉董事长段行健 现身台大93年校庆 破班结出校友 段行健为台湾面板产业打下基础 先后创立友莲 全创等公司退休的他近年投入AI领域 提到AI段行健有不一样的想法 以管理科学跟自然科学为支撑的AI 夹着检测 就是当你的讯号 当你的画面上你看到一些些微的差异 还要用AI把它测出来 当然是基础上很困难 所以我个人总是比较喜欢挑男的题目 那我觉得这题如果挑到学会了 我觉得对我在做别的AI的题目的时候 应该很有帮助 段行健关注产业趋势 也留意到疫情发生后 台湾的防疫与半导体产业 受到全球关注 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选择和台湾站在一起 台湾供应链在全球扮演关键角色 许多国家看重台湾科技人才 纷纷挖角 对此段行健提出隐忧 很多公司也很担心 这一来把台湾的好的人才 都用两倍三倍的薪水挖走 而他挖的人应该都是比较是 科学比较强 因为他不是挖那些赤藻的人 然后他一去 总是会把原来的公司 做了很多的东西都告诉他们 这个其实是对台湾 可能也会不利的地方 段行健表示 他认同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 对人才的说法 台湾科技人才缺少是动摇台湾国本 段行健认为台湾除了专注在AI等领域发展 也必须正视科技人才的培育 新唐亚太电视王冠林李津津 台湾台北报导 待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红博社历经二十个月后 印度开放外国观光客入境 金融时报 德意志银行执行长呼吁欧央行升息抗通红 华尔街日报 通红率持续上升带动金价创五个月新高 日本产星新闻 疫情与半导体短缺影响 日本七月到九月GDP不成长 全球发展再生能源 其中以太阳能最受关注 尤其将建筑整合太阳能 成本低发电率高 但您看到有台湾业者 研发屋顶无浪板太阳能专利支架 少了浪板聚热产生热衰竭的问题 也延长了太阳能板的发电寿命 全球超过250个城市 推动百分之百再生能源 台湾也预计2025年 达到20GW的太阳能装置目标 为什么这个行业这么夯 每个礼拜大概有两三个 那个厂商要来把我租屋顶 然后我问了差不多十几个 我就知道说我租屋顶给人家扣不来 台湾政府推动国产化 专精TBC浪板制造的王振路 嗅到商机 十年前王振路决定投入 选定研发屋顶无浪板太阳能支架 我们这个边都是有这个黑色的EVA 所以不会产生电位太阳 太阳能支架攸关系统安全 熟知材料特性的王振路 选用附星钢冷弯混压产型加工 通过中科院测试 可抗17级风速 搭配防水设计及工法 花费五年研发成功 螺丝自己设计画图 SGS测试过 每个螺丝都强三倍 你屋顶 整个屋顶 那你强度就很强了 装设屋顶太阳能板 使用螺丝多达数千到数万支 王振路以并排施工法 将支架衔接模组两端 增强结构 这里会漏水的地方 没有石笔罐 螺丝会漏水 我们也没有用到石笔罐 当然这一边也没有 不会跑进去 王振路亲自爬上屋顶解说施工细节 别看他在屋顶走得轻松 其实克服很大的心理障碍 我要叫别人来把我装 别人也不会装 因为我自己想的啊 我从来没有爬过屋顶 我跑到屋顶上面很怕 怕也不敢讲 我老板不能讲啊 不能说我很怕啊 也要装勇敢啊 三千多瓶屋顶太阳能 是王振路第二次安装 太阳能板作为屋顶 厂房透光性加 少了浪板聚热产生热衰竭的问题 延长太阳能板发电寿命 中间坏掉一块 你换那块就好了 换掉两块都换掉两块就好了 不用从旁边一直拆一直拆 这项设计 获得国内外二十多个发明专利 上百个BIPV案厂指定使用 王振路要带着MIT荣耀 前进国际市场 但您看到明天11月17号星期三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欧元区公布10月CPI 美国10月营建许可 以及新屋开工 思科辉达公布财报 家世达永峰进元泰法说会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唐杰安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